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這裏很像是一個自治的旅店 我覺得這裏很像是一個自治的旅店 在這個環境當中 基本上相當在一個花園裏面 讓人開心和舒心人 代表现在的中国的学习界的最高的部分 就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地方 像宁静的港湾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可能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家园 有同道 同仁 同德 同心 希望正在于将来 蔡先生的背影从未远去 他的办学思想迄今 仍然是我们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直在指引着北京大学 教育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 小语文学圈 大学语文学圈 小语文学圈 权幻涿 小语文学圈 小语文学圈 做一证 小语文学圈 不ik大语文学圈 依换 小语文学圈 最高的语文学圈 小语文学圈 我们应该改变 想念 活着 小语文学圈 室致 现在是黑场时期 但是人的观察思考 包括我们学校里的 作为知识人的研究和教训活动 还要正常的开展 我觉得文艺院是 我们北大文科发展的一道风景线 这些年来做了许多 非常出色的事 一个就是它搭接了一个 多学科交流的平台 搭接了一个高端的 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搭接了一个青年学者交流的平台 我虽然在推动所谓跨学科 这个东西我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我都没有见过 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和大家互相交流的 既深入话题又能够这么破关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是文艺院现在令我觉得 在一个大学里面 能够充分发挥它这样的一个作用 甚至是无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那么我们要回到人本来的这个 知识的结构的话 就应该更全面地了解 我们的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人文学科的一些知识 把这些科学打通 把这些学科打通 把我们原来知识和相互之间 隔绝的这部分 逐渐给它补起来 文艺院在成立四年多以来 它组织了三次考察 所以我就连走三次 我们这三次都是沿着前人的组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去看 我们去学 我们去有一个新的体会 这90年有什么样的沾沾的概念 这种文艺院的考察 是学术上的一种传承 我觉得文艺院不但是把自己这个院 要办好 你要有新的智学的理念 新的办中国新型大学的理念 我觉得北京大学 这个站在中国最高位置的大学 她的所有的想法 她的思考 都要是想其他大学之位 才能真正说 我们看观那个五四精神 在文艺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结交了一批学术同好 这里面既有文艺院核心成员 同时也和文艺院的一些来访的学者 接下了学术的友谊 经常和他们交流请益 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 也有很大推动的作用 人们社会科学的特点最重要的 我认为是通 通气通融通达 文艺院的通还体现在学人之间的通 在学者之间 尤其是在为民学者 北大内外的学者之间 这里面有对年轻人的扶持 也有对学术传统代代相续的一个传承 当我来到这里的 大学院的大学院 大学院的大学院 Iran for new generation because I do believe future belongs to new generation 我希望北大文艳院越办越好 成为一个全国的优秀中青年的 比他有潜力的理学者 到北大来 形成一个团体 这样一个传统 这可能是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为人文科学的发展 提供一个高地 研究院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让我能够进入到我们北大里 很多做人文社科的 这样一种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团体中 我们可能之间会共享很多相同的东西 相同的研究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文艳院对于青年学者的扶持和帮助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青年学者是学术的未来 他们正处于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这是在为我们的学界培养未来 我发现了很多提供的想法 和答案 一个解释的照片 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我应该加上 我认为 我旅行很严重 因为我得到访问 去讨论 讨论 我认为 我认为 比较多的学科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学派的人 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互相交换 交换以后你发现 哦 原来这种交换只有好处 增进了理解了 增进了认识 文艺院现在是一个小小的舞台了 如果都市如此拓展下去 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非常非常积极 中国非常需要这一点 看到了 对社会发展的搜索 是不太多的 就在那里面 也不太多 你穿了 对社会发展的 是不太大 是不太多的 我认为 所以 我认为 记得连我们上过课的老师 除了一系学校 不久就去设的有危险问题 有一个多种 年龙的叫做先生 比如说像专组的先生 还有我的导师是英文 不是曾经说过 修辱二运动就是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模糊 再造国民 我读的古典文学专业 就是整理模糊 作为一种北大毕业人 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 也必须做有思想的思想 我想我是北大毕业人 我绝不敢忘记这个证明 我是62年进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 英语专业读书的 我记得那个迎新会上 有当时担任系主任的冯志先生 吴达元先生 有李富宁先生 严宝玉先生 在迎新会上有一个场面 已经56年了 我都没有忘记过 他微笑着接宿舍微笑着说 让新同学先走 让新同学先走 那种语气 那样的表情 那样的微笑 我当时就说 这是千千君子 就是一种榜样 北大的诞生 与同期出现的 其他几所中国现代大学一样 都与中国华民族命运相关 一方面是面向世界的时代气息 一方面是厚重内敛的 中国人文精神 两者在各个历史节点上 激荡交汇 传承 学术传承 就是人文关怀 实际上我们这种人文学科 就是一种传承的学科 这一点我觉得 咱们文言院确实是做得很好 这样的话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而且它在T-BREAK中间 也可以讨论 就是跨界的 跨学科的一个学者的互动 我想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ではあまり 報告会や交流会の時に 讨论するという習慣が あまりないものですから どういう風に知るのかな というのが ちょっと様子が掴めなかった だけどだんだん 聞いているうちに これも一つの方法として 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 つまり僕の専門外のところも やはり聞いたり 讨论に加わったりする というのは大変 今となっては大変勉強になりました PREAK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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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違いは大変勉強になったりする人の 我会比较快乐 比较好 比较好 所以 让我来到文艺院的生活 文艺院给我的感觉 也是很温润的 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温暖 非常的舒服 所以来文艺院的时候 确实有回家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